高空攀爬 飞檐走壁 客棧小队隐蔽接敌 不仅要能在墙上警戒 你还要能铺窗 还能爬管道 从天而降 特种突起 1.5秒钟精准臂股 脚还没有着地的时候 就立马把手枪拔出来了 从突入开始到射击完毕 大概就一秒多一点点 正在执行轻角行动的某特战小队 以雷霆之势锁定目标区 在暴恐分子还没有做出反应之际 从天而降 瞬间必须力 带领这支特战小队的小队长 正是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特战队员李正康 因为我们此次这个行动 武装分子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 所以说要求我们整个行动都不能有任何的披露 都必须要做到精准 精准是李正康在训练中苛求一枪必敌 一击制胜的极致追求 因为我对我自己相对来说比较苛刻的 能做到最好 就要做到最好 这次的房间突入训练 李正康不仅自己打头阵 而且还做到一枪毙底 郑重靶心 像我们平常训练的过程中就是 只要命中这个头把就行了 不管是什么部位 提防板 只要命中这个头部就可以直接上出行动能力 他想的是 那既然头部有这个环速 那么我们就应该精准设计到死环 可以说这次轻角行动正是得益于李正康制定的周密计划 才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紧 取得任务的阶段性胜利 然而李正康对此并不满意 反而心情变得十分沉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要从特战小队刚接到轻角任务时开始说起 当时正在某地助训的特战小队突然接到上级赋予的任务 作为小队长的李正康紧急部署 火速赶往目标区 行进的过程中进行筹划 选择了一条相对来说最短的路线 为了不打草精神 李正康选择的这条最短路线是一条隐蔽的丛岭山道 然而路况却十分糟糕 因为我们这个道路它长年没有人经过 我怕出现的地方坍塌运移 导致我们这个突击车沦陷 山路或者是坑洞洼洼的地方 里面由于前天下暴雨 积水比较多 这样的路况无疑给火速赶路的特战队员们 带来很大的风险 在以最快速度前进的过程中 溅起的水花 水啊 泥啊 打到我们的挡洪玻璃上 你最起码是三秒的时间 你的视线是完全看不到的 崎岖且又狭窄的山路 两侧布满沟壑 快速行驶的情况下 哪怕半秒钟的迟疑 后路都将不堪设想 这就要求我们的驾驶员 就不能有一时分绳 他要一眼看过去 能寄住大概的路 提前预判 凭借扎实的驾驶技能 特战小队在预定时间内 接近目标区 大概离飞救仓库 两到三百米的地方 我们就把车停在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隐秘的地方 我们采取步行 隐蔽渗透的方式 向前行进 对于这种隐蔽接敌作战 最重要的就是先敌开火 先敌发现 谁掌握了这个战场的主动权 为了达到隐蔽突袭的目的 李正康精心策划了雷霆战术 所降情敌 欲将暴恐分子一网打尽 配合默契的队员们 结合自身条件各显神通 或利用绳索快速攀登 或利用管道徒手攀爬 数秒钟后 李正康带领特战队员 从仓库楼后侧翻阅到楼顶正面 一跃而下 以迅雷布局掩耳之势精准涂窗 报告 校船部紧环车清晓 击闭报复分子市民完毕 然而 李正康面对顺利避敌的阶段性胜利 心情反而沉重的原因 就出在清脚的人数上 原来上级赋予的任务目标是 清脚七名暴恐分子 而队员们却仅击蔽了四名 那么 另外三名漏网之鱼究竟去了哪里 而失踪的暴恐分子 会不会对特战队员造成更大的威胁呢 队长又给我们下达了新的任务 立马去追击三名武装分子 原以为凭借雷霆战术 能将暴恐分子一网打尽 没想到对方玩了一招金蝉脱鞘 那么狡猾的敌人还有什么后招吗 我们在一个山路转弯的路口 突然间发现武装分子消失了 一面而来的是一片白雾 突然失踪的暴恐分子究竟躲在哪里 烟雾之中又暗藏了怎样的危机 这时候我意识到情况肯定不对 我立马呼叫我的队友做好战斗准备 就在队员们准备下车进行武装侦查的时候 左前方烟雾中突然传出了轻响 但是令我恰恰没有想到的是 我们在追捕这个武装分子的过程中 他居然要跟我们鱼石网破 作战经验丰富的特战队员们抓住战机 迅速锁定了目标 我们利用了我们平时训练的 3D丛林乘车射击 它在我的右边打嘛 我们利用右侧的窗户 跟天窗的三个孔 以最大的火力进行还击 李正康带领队员们迅速瞄准精准打击 最终取得战斗的全面胜利 走 快走 太慢了 出枪慢 转换姿势也慢 你看我做一遍 看准我们的枪击 挡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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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 把武枪丢一发子弹 右手一握手枪做得快点 打 打 挡挡挡挡挡挡挡 清楚了没有 清楚 担负武枪克勿首席教练员的李正康 不仅要求自己把军事技能练到极致 达到精准毕敌的目的 对队员们也是这样的要求 而他这种极致执着的背后 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可能说我所有的机遇都抓到了 但是这个军力生涯缺一个第一名 2013年 李正康入伍刚到部队时 正值本单位战友参加全军大比武获胜归来之际 当时的场面让他印象深刻 在大门口家队欢迎各种表扬啊荣誉啊 就是感觉就是你 英雄未来的感觉 对 就比如说你比武拿了第一或第几 你就是英雄 你就是我们营里面我们女里面的标兵 就是这一种 就是感觉挺羡慕 战友获得的荣誉 让出入军营的李正康十分羡慕 也正是从那时起 他在心里埋下了一个冠军梦 希望自己也能有机会在大比武中斩获桂冠 获得认可和荣誉 为此李正康决心扎根军营 苦练军事技能 然后他就每天就是非常拼命训练 就每天晚上必须要完成三个一百 就一百个佛城 一百个阳王起坐 一百个冰下起立 必须完成之后 然后才能睡觉 康四进的大药箱 然后往返一百米 训练我们都结束了以后 他还给自己再加点菜 然后再多练个鸡汤 通过加班加点的努力 李正康的训练成绩突飞马进 在2017年和2021年 他曾两次参加国际军事大比武 取得了最佳通信兵等 单科目优秀成绩 并两次荣誉三等功 然而两次大比武中 李正康最好的成绩 也仅仅是第二名 与冠军失职交臂 这对李正康来说 多少有些遗憾 心里也多多少少会很难过 等了四年之后 我现在已经第八年了 我以后还有机会吗 这个冠军梦是离我越来越遥远 八年没有实现自己的冠军梦 李正康不但没有气馁 反而越挫越勇 在赛场上只有第一 没有第二 这个冠军梦 我必须要实现 我想着既然别人可以 我也一样可以 因为我想着可能说 我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一点 我就会比他强一点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李正康对自己的要求 越来越严苛 极致精凤的战斗作风 也是在这期间淬炼而成 上马 上马 高一点 上马 高一点 今年李正康终于又一次等来了 实现梦想的机会 这也是相对于13年之后 我们全军首次海陆空武警 空降兵在一起同台竞技 2024年8月 全军首届枪王挑战赛 拉开尾幕 陆军 海军 空军和武警部队 射击精英群雄逐鹿 李正康要在高手云集 火力全开的颠崩对决中 争夺枪王桂冠 他将会面临怎样的考验呢 挑战之一 步枪手枪互换 5秒钟10个目标 打破射击反应期限 就要求我们在5秒钟内 打出去10发子弹 面中10个目标 这5秒钟以内呢 要完成两次的上膛 这也就意味着 每发子弹射中把镖的时间 不超过0.5秒 而这个过程中 还包含一次换枪 两次上膛的时间 他不急 因为那个中间还要换一支枪 换手枪 李正康深知 他要挑战的从来都不是对手 而是自己所能发挥出来的极限 就是我在打完第一枪的时候 那个太阳就直射我的眼睛 就是眼前就出现了一片黑 稍微有一点闪电的那种感觉 短短数秒的射击时间 哪怕瞬间的眨眼动作 都可能导致错失良机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 李正康的眼睛却被阳光直射 这对视线影响很大 不仅如此 此时他还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沙所袭扰 千军一发之际 他还能完成瞄准射击吗 因为我们肌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他有肌肉记忆 你的手眼睛跟身体跟你的枪械和唯一 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你大概转体多少度 或者是你手放哪里 底肩的位置在哪里 你这时候就大概的瞄一下 基本上都能上 虽然客观条件很恶劣 但是凭借扎实的基本功 李正康还是拿下了五秒钟内 十发权重的优异成绩 挑战之二 远距离 多把刑 行进间急停急射 突破速度有瞄准极限 他这些科目包含了运动后快速射击 运动后急停射击 静止对静止目标射击 一系列的科目 形成一组战斗射击 用时短射击精准者胜出 第一个目标 280米 玻璃把 行动一下280米目标 在我们准行转空里面的关系 这就相当于 在你的正前方放一个硬币 你看着它 稍微 我们的眼睛稍微转一下 这个目标就没了 远距离射击 一呼一息间的频率 都将影响瞄准精度 难度不言而喻 从我们280米 射击地线准备 左手拿弹夹 右手拿枪 他说开始 20秒内时间要完成 枪带结合 上膛 握倒 找目标 对两个目标进行射击 从这一系列的动作 是20秒 20秒过后 李正康急速向前跃进130米 准备射击第二个目标 跃进130米 打运动目标 跪姿打运动目标 他运动目标他只出一次 距离运动后跪姿打运动目标 快速调整身体状态 是制胜的关键 特别是运动后 急停射击 因为都是快速向前跃进 枪准备射击 你的瞄准情况就很晃 把镖以每秒3至5米的速度运动 这就要求射手在调整姿势的同时 还要计算把镖运动的速度 寻找瞄准点 那么 李正康要如何在短时间内 做好这一系列的动作呢 我就是 在运动过程中 我脑袋里就要把 后面要打的目标 包括怎么运动 行动姿势 要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枪托底哪里 怎么是由上往下打 还是由左往右边打 要把这个流程想一遍 提前预判 快速调整 精确射击 李正康别路凭杀 最终夺得了步枪 金牌枪王的能力 当我听到步枪枪王 金牌枪王 李正康 我内心一下子就 那种喜悦啊 就是无法言语 等待了这么多年 努力这么多年 终于拿了个第一遍 十二年如一日的坚定信念 研究了李正康 金牌利剑 敢于亮剑的训练态度 更成就了他 第一名的荣光 然而 此刻 实现冠军梦想 却并不是李正康的终点 而是他下一个目标的开始 跳 零一秒 零二秒 零三秒 零四秒 零五秒 好 停好 好 腿抓来多一点 好 看表 看表 好 开伞 看表 挺 抓 拉 挺 赛雨归来 李正康就马不停蹄地投入散降训练 备战接下来的跳伞任务 我的散降 跟我的射击水平相对比较的话 散降相对来说比较薄弱 因为作为一名特兰队员 我要把我所有的训练都做到很均衡 不能出现短板的现象 一 抓 拉 就是一个不断挑战自己精益求精的过程 他自己在追求卓越方面 对自己的标准和要求非常高 从跳出苍文的那一刻起 队员们都要按照严格流程 沿着规定的路线 精准降落在指定地位 整个过程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到达指定的区域 然后同时降落能形成作战能力 而不是说你落这里也行 落那里也行 跳 001秒 002秒 003秒 004秒 005秒 这次跳伞 李正康将担负第一波次的示范跳 这也就意味着 他不光要确保自己的动作万无一失 他还要负责把整个小队带好 因为队员们在空中的队形是否整齐化一 直接影响到落地后 能否快速形成战斗力 从离击到着陆 是不能出现披露 比如说你的离击动作 不要标不标准 有没有出现什么情况 着陆的时候 有没有跳到我们指定的地点 为了确保这次跳伞精确到位 李正康带领队员 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加班加点的训练 每一个动作都反复打 看秒 抓 拉 顶 001秒 002秒 003秒 004秒 005秒 那么枪王的跳伞成绩究竟怎么样 这项所谓的短板课目 会不会拖英雄的后腿呢 这是我第222次跳伞 一伞的话是第100次 我是第16次跳伞 这也是我第一次跳一伞 报告 第126次跳伞 第12次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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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努力都在李正康坚定地跨出舱门的那一刻 把自信的力量 李正康在一次次苛求卓越中 全方位锤炼着自己的军事实力 面对未来战场 他和他的队员正时刻准备着一击制胜 一枪被敌